今天我来买菜,家人们,现在都十点了,怎么菜场人还这么多呀,肯定是礼拜天,做饭的人比较多吧,这就是人间烟火气呀,家人们,今天我该买些什么呢,我来买几个青椒,装几个,还有这个什么,豌豆夹,来点豌豆夹吧,可以炒腊肉,这两样猜多少钱,多少钱,九块钱,哦,九块,与我发现有卖季菜的,临时期,包个季菜,馅饺子吧,来两斤,来两斤,不装不知道,一装吓一跳,这个破旧的黑带子装满了,居然还都不到两斤, 老太太还准备给我装,算了算了,不装自己了,一斤九两头,既然包饺子,那就得买点饺子皮吧,四块钱的饺子皮,大概八九十个吧,看着锅块呢,肯定也是忍不住啊,这个锅块比较小,老板说两块钱一个,我来一个甜的,一个咸的,四块钱两个,哇,这个做肉摊前好多人呢,还要排队啊,估计是说腊肉腊肠的多吧,我要一点肉,回家做饺子馅,我特别喜欢我家附近的这个菜场,大家看一下,这个一个菜档口就有琳琅满目的蔬菜呀,家人们,好多的品种呢, 还有卖水产的,估计大大小小的,有十多家,这边连的就有三家,外面这家买鱼的,每次都摆好多鱼啊,你们看这个品种好多,买的人也多,地上还有两条鱼奥带窄呢,今天我就不买鱼了哈,昨天刚吃过鱼,但是我要买一点菜苔,菜苔吃不腻哦,东西每天吃我都可以的,菜苔我喜欢在爹爹婆婆手上买,因为他们都是自己种的呀,都是早上摘的,这家有点殃老,我换一家,这家是一把一把的, 他说四块钱一把,然后我就拿一把吧,一把应该是一斤,蒜苗我也来一把,这个放菜里面特别的香啊,必备的哟,哇哦,看看,看看我发现了什么,马口白糖,这个不就是那个丁丁糖吗,就形状长得不一样吗,那个板糖好,来五块钱的,来五块钱的,好,今天买的就差不多了,就这些,今天的采购完毕,回家! 我们下期再见